我是雷格,大家可以叫Linda 我是2013年法学毕业的 所以到现在从事做职业的话 基本上有六年多了 我们这个各社律师事务所呢 主要有三大职业领域 移民签证,然后持续产权,公司商业 那这是也是今年这个移民局第一次 实施这个电子筹签呢 也给我们工作上面带来了很多的改变 就是也有一些这个小吵点 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这个是3月1号开始正式开放的 这个电子筹签 是3月1号美东的周五十二点开放 那我们其实律所所有人 所有工作人员就3月1号 就是那时个周日我们就去上班了 然后就开始我们的这个网上 就填表啊,注册信息啊什么的 然后我们发现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他有一个问题说 针对律师的说你这个律师有没有任何的这个 比如说受到过处罚 有没有任何这个invent导致你dispar 然后我们就选择no 结果出来的这个G28 G28就是一个作为律师代表客户的一个表格 出来的G28表格呢有一个问题说 你是不是eligible to practice law 然后回答的问题是no 所以就是导致你之前回答一个正确的问题呢 出来的这个表格是说你不eligible to practice law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马上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因为当时是个周日也没有 也联系不到移民局 然后呢我们就做了一个决定 我们就先填所有的信息 把这个问题控在那儿 像周一的时候去联系移民局 那这是一个吐槽点 后来就是马上就是AILA 就是全美的这个移民律师大会 他们马上就是很多人都发现了这个问题 马上联系了移民局 然后在周二的时候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虽然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但是就是也导致了我们大家都很panic 说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嘛 然后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有一些公司名字很长 比如说你公司名字太长 这个系统它是有自主的限制 导致这个公司名字它填住不进去 所以说呢我们就会需要不停地问客户 比如说OK这个名字缩写 这个系统的问题等 就是名字太长没有办法 这也是一个问题 还有就是说这个整个这个电子注册的流程 是说我们律所先把这个信息填充进去 然后会产生个code 然后这个code呢会需要发给雇主 然后雇主那边他来review这些information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他那边approve了之后呢 我们这边才能去付费summit 然后这个code呢只能依次使用 也就是说这个雇主输进去这个code之后 他必须要一次性来review整个information 如果说他中间去上个搜索 或者是logout 那个code就用不了了 我们这边需要重新建设一个code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些information 有任何错误的地方的话 我们不能go back 然后去修改 我们只能把这个registration的这个information 就是delete掉 然后重新再填一次 所以说因为我们今年的这个说实话 HMP的申请量也非常大 基本上就是到目前为止是接近300个案子 所以说这样的大量的一些失误 或者是一些信息的错误 导致我们重新要重新来过的话 真的是大大增加了我们的工作量 我们上周就是整个团队 就是都非常辛苦啊 也就是在大家辛苦努力一下 基本上把大部分的这个注册的信息 都注册完毕了 对 都填充完毕